住院了 儿子 还有个女儿 修莲来医院 是为了给孩子拿药的 前段时间儿子一直住院 他几乎每天都来医院 所以今天碰到奶奶 绝对属于意外 他也不知道奶奶会在这个医院 他儿子病很重 得了肝功能衰竭 还有很多病发症 恐怕只有介绍肝脏移植手术 才能够活下 你有没有人性啊 奶奶那么疼你 你这样对奶奶 你有人性吗 我对奶奶怎么搞好 我来找她怎么了 有关于说我不可以来看她吗 你不要再装色了 你骗不了我的 你想利用奶奶达到你的目的是吧 只有你这么心胸狭隘的人 才会这样子想别人的 是 你心胸开阔 我告诉你啊 就拿你现在做的那些事来说 我干什么 你为了钱什么事不会做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心高了 有什么事的话 你来找我 不要再来烦奶奶好不好 那好 那麻烦你照顾好奶奶 别再让她伤心了 轮不到你来管我 如果你们家可以把她照顾好的话 她怎么会想到来找我呢 什么意思 我的奶奶我会照顾好 你真的会照顾她吗 那她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我家的事 轮不到你这个外人管 你看你 现在说什么话 大疯话 我没认识你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在世界上 又像你这种自以为是不管别人感受的人呢 总之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再来烦奶奶 秦总 你怎么说我怎么对我 我都可以忍 但只限今晚 奶奶她对我好 我不想在她面前跟你吵架 我不想让她难过 但是以后你跟我说话要客气点 你除了比我有钱之外 你没别的比我强 我说完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你怎么用着 知道了呀 不好意思 我刚才 我着急 我过来我 我翻这么高的墙 我嘉宾 我腰找地了 你看 好好 不说了 我跟这儿的经理已经说好了 说你有服务员的经验 现在这样你过去呢 真的 好吧 老婆你太够意思了 够意思 那我的钱是不是 不 这一码归一码 钱还得花 行行行 不说这个了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 你说 我们这儿长时间的要送外卖的 我把秀妍的电话 和那家餐馆的菜谱都已经扔在这儿了 完了以后 背不住咱们还能有小费呢 老婆你太够意思了 从那儿 走走走 送外卖给小费啊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大姐 我跟你说 你要是能去那个演艺吧唱歌 这也是不错的出路呢 还可以唱歌啊 更好了 你怎么知道我唱歌好听啊 我当然知道了 我跟你说 那个演艺吧呀 特别的火 好多过去的歌星都在那儿唱歌 哦 哎 这样 你呀 这边先干着 一旦那边有机会 我跟经理说一事 经理是我哥们 也是你哥们啊 我的朋友变天下 哎呀 好啊 你不吹牛你能死 我看你是债主变天下吧 是不是 是是是 你觉得他现在能唱歌吗 能啊 啊 哥 哥 啊 送礼 奶奶她刚刚睡着 现在奶奶睡了 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 对了 其实 秀妍来医院 不是来就缠奶奶的 她有个儿子住院了 儿子 还有个女儿 秀妍来医院 是为了给孩子拿药的 前段时间 儿子一直住院 她几乎每天都来医院 所以今天碰到奶奶 绝对属于意外 她也不知道奶奶会在这个医院 她儿子病很重 得了肝功能衰竭 还有很多病发症 恐怕 只有接受肝脏一支手术 才能够活下 但一支的费用很高 你这是阴魂不散呢 你跑到医院来干嘛 好 想到家是吧 好啊 这边是医院 我直接把你打进医院好了 来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替秀妍 好好教训教训你 怎么 你觉得她委屈啊 你费什么话呀 她在你家 你奶奶那么对她 你妈那么虐待她 你呢 你还是人吗 你也怎么对她 我告诉你 今天 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来 动手 来 来 来 你先拿我 免得说我欺负你 来 你 我真瞧不起你 你一个大男人 居然要一个女人 赚钱来养你 你别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让女人养我了 怎么没有 你几次跟安秀妍开口要钱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挺有本事啊 利用女人赚钱养你 你挺聪明啊 是你利用了秀妍 你害了她 你反过来说我 秦苏平 我忍无可忍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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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两个怎么打起来了 你 秀妍 她 她先动手 你别走 你别走 好了 你别走 怎么没用啊 秀妍 刚才不知道 谁踢了我一脚 然后那混蛋 他打了我一拳 我就流血了 秀妍 带我去急诊吧 你逗逗治病的钱 已经不够了 我现在还要带你去急诊 秀妍 我帮你打架 秀妍 没想到有关 我们要帮豆豆换别的医院 好吗 干嘛 你不仅认我 28 terminar 和令你 就给豆豆转回医院了 我们专心挣我们的钱 别这样的宝贪打扰我们的生活 打扰我们的生活也就罢了 干嘛老打了我 还有那腿 到底谁踢的 说起来我 这附近的医院肯定不行 这么大的病 得到大医院治疗啊 房东大姐 麻烦你帮我问问啊 不客气 我那时候是不知道你们家里的事 豆豆长得这么可爱 爱然又这么赌事 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 就是为了豆豆 我也该出一份力啊 你说是吧 谢谢您 不过秀妍啊 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应该先让老婆搬家呀 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对你能有什么帮助啊 哎 我跟你有仇啊 你这么损我 对 你就是跟我有仇 你欠我好几个月房租还没交呢 赶紧把房租给我交上来 哎呦 我说志妍 你别听他 这房东姐瞎吵吵 就因为我欠他两个月房租 他就跟我结上仇了 去 你放心 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完呢 我怎么会赶你走呢 我说嘛 还是秀妍大姐那种好 老宝啊 秀妍唱歌这事怎么着了 那事啊 说好了 我跟经理说好了 那经理是你不会忘了 当然 那那是我哥们 妈妈 你又要去唱歌了 是啊 妈要禁止很多份工作 才可以赚这么多钱的 哦 豆豆 你知道了 你妈妈唱歌很好听 你听过吗 当然了 你什么时候听到我唱歌了 不是 歌厅里的人都听过了 说你唱歌上的好 说 只要你一上台 那些打老板 都静静的听你唱歌 说什么你 什么歌厅啊 你居然陪人去唱歌 我去 你听我说安然 不听 你居然陪人去唱歌喝酒 你太不要脸了吧 安然啊 你不要叫我 我还说不会做对不起我爸的事 结果呢 原来你是个骗子 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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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真有一套 阿然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一次一定要让我把话给你说完 你才可以走 听完了以后 如果你还觉得我是骗子的话随便你 听我说 听我说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爸爸的事 为了赚钱 为了养活你 我干好几份工作 多苦多累我都不觉得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我们在歌厅工作 都是靠劳力赚钱的 安然 你怎么这样对你妈呢 你知道才有多辛苦 他为了你们两个 受了多少委屈 他为了逗得不停要 他努力工作赚钱 这回的工作 是他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他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赚钱 让你们活得幸福点吗 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从小到大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你把你找到的 还能吃吧 帮助 你出现好 其中的人 帮助 哈 你刚才想到 一트�帮助 你 太多了 那天 可你 你明白吗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我长大了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可以帮你们忙的 如果你跟我说 我一定会谅解你 可是你们为什么 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什么都瞒着我 我的好孩子 我知道你已经长大 一会儿妈妈 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会跟你商量一下 好吗 好 别哭了 最后我的心里